欢迎收看1月13号的财经Espeso 晚上好 我是威敏 美国最新通货膨胀数据显露下降的趋势之后 市场预期联储局升息步伐将会放缓 导致美元贬值 新兴市场货币纷纷走高 麻痹更是升上了10个月新高 麻痹对换美元今天开始报4.3585令吉 虽然比昨天闭市价4.3570低 但是随后迅速止跌回升 最高去到4.3302 闭市时收报4.3325令吉 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的下个星期 分析员估计由于美国通胀放缓和经济前景疲软 联储局升息立场在下半年可能会有转变 美元短期之内相信会继续走低 加上市场预计国家银行将会升息25个基点 麻痹对换美元未来数天极有可能挑战4.30关口 大众银行的股价表现自创办人正红标 与市场辞之后就略逊于金融指数 相信是受到继任计划股权转让等等因素的影响 对此分析员大派定星丸认为大众银行的基本面良好 如今反而是趁低吸购的机会 大华记者认为大众的员工流动率是同行中最低的 人才保留率为95% 高过行业中平均的90% 首席执行员兼董事经理 政压力到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是能力出众 能够确保管理过度规划顺利 至于正红标的股权去向 分析员认为如果是注入家族信托 或者是由机构投资者买下 相信大众银行会造成的营运 如果是卖给外国银行 大众也有可能会加快数字化等等业务的重心调整 万一最终由另外一家本土银行并购 这个结果恐怕最不理想 因为股价增值空间最小 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日益加剧 联储局也发出了放缓紧缩步伐的信号 许多经济学家估计 包括大马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中航将会在第一季结束升息 经济学家认为 东南亚国家中航的紧缩周期将会在本季升息 25至50个基点之后就告终了 那么大马国家银行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公布 今年第一次议息会议的结果 而根据彭博社的调查 经济学家普遍预期 国行将会在升息25个基点 将隔夜政策利率提高到3% 就会为升息周期写下句号 那么今天的财经Espesso到此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